商品名叫满天心的花卉 可能有几十种 我们今天讲的满天心 是家庭栽培和园林绿化中最常见的 它的正式中文名叫做西叶二聚花 也叫雪茄花 耐热 洗高温 不耐寒 洗光 也能耐半阴 在全日照 半日照条件下 均能正常生长 洗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 养满天心需要有充足的阳光 因此把它放在窗台上 阳台上 或者小院的台阶上 阳光充足才会开更多的花 给满天心浇水的时候不能太勤 要看盆土表面发白了再浇 定制后 注意保持土壤湿润 恢复后 3-5天浇水一次 夏天在高温时 一般每天浇两次水 冬天低温时 大概一周一次 总之 盆土看上去干了就要浇适量的水 盆栽要求肥沃 疏松 排水好 可用朗土两份 泥碳土一份 河沙一份混合 地栽注意改良土壤的透水性 加入沙 有机肥改良 满天心耐贫瘠 对肥要求不高 可以10天试用稀薄液肥一次 花草专用的营养液 或者农家肥都行 如果在室外 可以用农家肥 但是在室内不行 会有异味 室内养花 一般用营养液 或缓氏肥为好 缓氏肥价格稍高 满天心的虫害不多 只是偶尔会看到一些牙虫和红蜘蛛出没 一旦发现有虫害的出现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防治 可以用稀释的沙虫剂喷洒 必要的时候减去发生病害的枝条 满天心的分支力特别强 开始需要适当修剪 增加分支 但枝条过密时 应适当疏减 盆栽的满天心需要每年进行翻盆 因为它的长速比较快 盆内的土壤和空间有可能不能满足其生长所需 如果出现黄叶 落叶现象 首先要考虑土壤的排水性问题 位置 增加分支了